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如何走出2000年以来的自乱循环和王朝循环 就像毛泽东所说的自由民主才能走出新王的周期率 从这一次北京的事件我想有关方面应当吸取经验教训 也就是说政府的任何行为都必须合法 而不能够无视法治而自行歧视 法治要政府在法务授权的情况下 那是绝对不可为的 外来人口它也都是公民 他们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 而且当法律如果不能够保护这些所谓的低端人口的权益的时候 任何高端的人口所谓的高端人口 他的政党的权利迟早也会被践踏 所以我希望各级官员他能够牢记法律至上 宪法至上 要牢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社会利益至上 要把整个社会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而不是政府的眼前的利益 对新养电影